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宇宙的探索,但是目前由于技术有限,我们还没能成功研究出来,可以快速飞出太阳系,以外的技术方法。 所以目前只能在太阳系八大行星做文章,火星是八大行星中最适合人类居住的,但即便如此,如果想在上面生存,仍需要很长时间的适应,从地球飞到火星的时间也需要两三年,所以需要提前在地球上先模拟一下环境,以免到时候遇到问题束手无策。 于是NASA开启了一个叫HISIS的项目,这个项目一共有六名志愿者参加,三男三女,他们在与火星环境十分相似的夏威夷火山口地区,进行了为期八个月的模拟生存考验。 他们住在海拔8200英尺的一所小行园顶屋,封闭舱的物资十分稀少,四个月才给一次食物,两个月才给一次水。 研究人员为了模拟真实环境,还是造了很多状况,包括电力中断,工具损坏,强烈辐射波下的被迫撤离等,他们唯一能和外界产生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电子邮件,也没有什么聊天软件。 而且每次用电子邮件聊天都不能超过半个小时,就和电影里的场景一样,为了达到相对真实的实验效果,大家都很认真地进行实验,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,在实验结束以后获得了大量的有利于人类火星计划的数据和报告,他们离开这里时,舱外占满了亲人和前来采访的记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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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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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